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宏伟的火箭将在这里催动起航 我将近距离观察火箭的装载和发射过程 目睹中国航天工程师的辛勤汗水和精密操作 这是一场让人振奋又感动的出征仪式 我肯定是还会回来 但是那一刻非常的不舍 我们规定的就是从这一次飞行到下一次飞行 最短时间是一年半 然后我现在是两年左右 应该还是恢复的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 这一次不一样了 这一次我知道自己 我肯定能够很好地适应太空的环境 我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去完成这样一个准备 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大四毕业了 然后我就参加了造飞选拔 很荣幸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 从一个兵种转换为另外一个兵种而已 感受宇宙的广袤和无垠 见证中国科技的壮丽成就 万物应有梦想 万事应有初心 在现在这个一个变化多档的世界里 首先得国家强大 对吧 我们每一个人才能体会到增严和荣誉感 那实际上要国家强大 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努力 每一个人来努力的话 那就是说省现实技术的话 让航天取得的成就 或者说它带的相关的产业 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带的呢 更多的年轻人 就热爱这个枯雪